大家好,今天要介紹的是彎曲指令篇 那這裡呢,它是屬於特徵裡面的一個指令 那這裡可能比較少人會去使用到 那這個彎曲指令呢,它裡面總共分成四種功能 那個別有個別的用途 那這裡呢,我會介紹的是比較靈活以及直接一點的 往往有時候我們會看到一些物件呢 它的特徵是比較複雜一點的 有可能是曲面的樣子 但是它可能有做扭轉或是彎曲的動作 這時候呢,我們就可以用彎曲指令呢 很輕鬆的可以把它做出來 那這裡,我們該怎麼做呢,我們就去看下去了 首先呢,需要介紹一下彎曲指令它的環境界面 那一開始我們如果沒有使用過這個指令的話 可能會不知道要從哪邊去進入這個畫面 那這裡呢,我介紹了兩種方式 都可以進入彎曲指令這個畫面的 那首先我先介紹第一種 我們從上方列的插入 插入裡面呢,有一個特徵 然後我們把特徵點開之後呢 就會找到一個彎曲的這個指令 好,點下去之後呢 我們就會進入彎曲指令的這個畫面 或者是說我們使用自訂的 我們從工具裡面的自訂 自訂打開之後呢,我們找到指令這個地方 然後我們選擇特徵 裡面我們就會看到一個彎曲指令的這個圖示 我們可以按著滑鼠的左鍵往上拉動 好,那你把它放到上方列之後呢 我們以後在開啟Sally Wars的時候呢 它就會在我們上方列的特徵這裡呢 然後多一個彎曲指令的圖示 這樣子呢,我們就可以去把它開啟 好,那這裡呢,我就使用這個方式來進入 那按下去之後呢,它就會進入這個彎曲指令的介面 好,那這裡就是剛剛前面所提到的 它裡面共有四種做法 那這四種呢,分別有不同的用途 那這裡呢,等一下要怎麼做 我等一下後續會來個別分辨來做講解 那它主要是這樣子的 那這裡呢,就是要讓我們選擇本體 好,它可以選擇多本體也可以選擇單本體 好,那這裡呢,細節我等一下後續會再來做講解囉 好,首先呢,先來介紹彎曲指令的第一個功能 彎折 那我們就直接進入了這個指令的畫面 好,它預設呢,會選擇第一個彎折 那我們就點選了這一個本體 點完之後呢 那我假設是以這個彎管來做示範 這裡呢,就是輸入了我們要折彎的半徑 假設是100 好,那按完之後我們預設呢 就可以看出說這裡已經折出了一個角度了 那我就直接按打勾 好,它就會把折彎的角度給做出來 好,那就很輕鬆的可以把它做完 那假設說我這裡在折彎的時候 我想要給它一個直線段 是不折彎的 可能有時候我們在折彎的時候呢 模具會有夾齒的地方 所以會有直線段嘛 那這裡要怎麼去設定呢 好,我們再回到編輯這裡 我們可以從修剪平面這裡可以看到說 它修剪平面1跟2呢 它預設是選擇這裡 那我們可以去設定它的距離 假設我是50 好,那兩個我都把它選擇50 那這個50的意思就是 它這個地方呢 從這裡到這裡的50呢 它就是被我們修剪的 它等於是從這裡開始做折彎 那意思就是說這裡原本呢 它就是一個直線段 好,用這種方式呢 我們直接按打勾來看 用這種方式呢 它就可以做出說 我們這一段呢 是直線段沒有折彎的 後面這裡呢 用彎曲的指令呢 做一個彎折的動作 這樣子就很輕鬆的 可以把它做出來 再來呢 我來示範另一個 是一個扳手 那這裡呢 我就直接先 進入這個畫面給大家看 那這裡呢 就是跟剛剛一樣 我假設一樣是100 那做出來呢 就很輕鬆可以折彎這樣 那假設我折彎的方向 不是這個方向 我可能要讓它折彎的是 比較大的這個面 那要怎麼做呢 其實我們可以從三圍空間這裡去 做改變 或是你直接在這裡呢 直接做移動 我們可以看到說 這個角度大概是 我們來看底下的三圍空間這裡 角度有在變化 所以看起來這裡呢 是180度 我們把它速入之後呢 我們就看到說這裡 它彎折的時候 剛剛的方向是 這個面 現在已經更改成這個面了 我們R按打勾 我們就可以看出來了 那就看出來 它折彎的地方呢 方向已經被我們改變了 或者是說 你預設呢 是想要讓它折彎一個 比較正常的這個角度呢 我們可以把它改回 就是用這種方式把它做出來 那這裡呢 我再來示範第三種 就像一開始所說的 它折彎的這個地方呢 彎折的部分呢 它不一定是 只有一個本體 也可以去折彎多本體的 假設這樣子 我把它旋軀起來 我是大概做個示意一下 所以我讓它預覽出來給大家看 剩下的就讓大家去嘗試囉 那這裡呢 我就把它輸入一個角度 那我們從預設呢 可以看出說 它這裡呢 是整個連 多本體呢 它都可以做這個動作的 那像是這裡螺絲 我沒有選擇的呢 它都會留在 原本的位置 沒有去做移動 好所以 像這樣的多本體呢 也是能做這個 完整的動作 那這裡呢 就留給大家去嘗試囉 接下來呢 要介紹的是扭轉的功能 那首先我以這個板手來做粗略的示範 那首先呢 我們一樣進入彎曲的指令 選擇第二個扭轉功能 那一樣選擇我們的 要扭轉的本體 選完之後呢 這裡呢 會要我們去輸入角度 那這裡呢 你可以假設是 360或180 先去嘗試 那它會預設出來說 這個扭轉的角度呢 大概是怎麼樣的 那是不是我們要的 如果是太少了 我們可以去增加它的角度 那慢慢的去增加它 或是你有一個 設定的值 直接輸入進去 那如果覺得太大了 我們再把它縮小一點 用這種方式呢 從預測可以看出 這是不是我們要的 那這裡呢 我先來示範其他的 我以那個鑽頭 來做示範 那在做之前呢 我先把 大部分的一些特徵呢 先把它做完 做完之後呢 我們鑽頭前端的部分 就是可以使用 彎曲指令的 扭轉功能呢 把它做出來 那這裡呢 就可以用這種方式來做 那我們就直接進入 彎曲指令的扭轉功能 進來之後呢 選擇這個本體 那這裡有個重點 就是我們鑽頭的前端這裡呢 在甲尺的地方呢 是不需要去做扭轉的 那我們就可以從 修剪平面這裡呢 來做設定 那假設說 我知道了這個地方的尺寸 從這裡到這裡的底面呢 這裡是40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裡是修剪平面2 那這個地方呢 我們就可以去設定它的距離 假設是40 這個意思就是 修剪平面1到2這個地方呢 只會在這個區間做扭轉 那我們後端這裡呢 就是不會做扭轉的 我們在前面的 彎折的部分呢 在彎管的時候 也有提到說直線段 就是一樣的道理 那這裡呢 我們就來輸入角度 假設是480度 好 好 假設是這樣子 那我們就直接按打扣 看是不是我們 最終是我們要的 看起來這樣子鑽頭呢 就大致上被我們完成了 就是用這種方式來做 那我再來介紹另一種 鋼索的示範 那這裡我們一般鋼索呢 都是這樣子做扭轉出來的 如果我們不是使用了這個彎曲的功能呢 可能需要畫好幾條的螺旋線 這樣子在做起來是比較 時間會花比較久一點 那假設我們已經學會了這個功能 其實在鋼索上 用起來是非常好用的 因為我們只需要做一個簡單的生長填料 剩下的用彎曲指令 就可以把它做出來了 我一樣進入這個畫面 好 那這裡就剛跟我前面示範的 這個彎曲的功能是一樣的 它一樣可以選擇多本體 我們先選擇了扭轉 然後呢把這五個多本體全聚起來 選完之後呢 我假設我是沒有直線段的 我就不要去做設定 那我就直接輸入我要的角度 假設是這樣子好了 小一點 假設是600度 好這樣子做了之後呢 我們就發現說 這個地方呢就很輕鬆的 可以被我們扭轉出來了 那這樣子在 繪製鋼索的3D呢 就非常快速也方便 而且我們隨時可以去做更改 假設這個地方的扭轉的角度不夠 或是太大了等等的 我們可以直接在這個地方呢 做更改 這樣是非常方便的 那這裡呢讓大家去嘗試一下囉 接下來呢要介紹的是一個 拔銷的功能 好那這部分呢 使用的機率呢 是比較低一點 那還是稍微提一下 我們一樣呢 進入彎曲指令 第三個是拔銷的功能 那一樣去選取我們的本體 選完之後呢 這裡要我們輸入一個係數 那假設是輸入正直的話 我給大家看一下 我輸入一個1 那這裡就會變大 好像有點大 我把它縮小一點 這樣子這裡變大 這裡變小 那我如果輸入一個負的值呢 它就會相反過來 這裡變小 這裡變大 就是這樣的一個形式呢 把它做出來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裡呢 它是有一個角度的 那這裡是一個拔銷的功能 那這邊呢 就給大家嘗試一下囉 那我再來另外做一個示範 以這個連改來做一個 示範給大家看 一樣進入拔銷功能 選完之後呢 我把它輸入一個正的值 那這裡呢 我們就可以看到說 如果是輸入正的話 這裡會縮小 這裡會放大 那我把它輸入一個-1 它這裡縮小 這裡放大 我們就直接按打鍋 它就會完成了 這部分的使用的機率呢 是比較低一點 那這裡也許各位 也是有這個需求呢 那就讓各位去嘗試一下 看你是不是有用在 某些地方 是不是能幫助到你 那就讓大家去嘗試囉 最後呢 來介紹的是一個伸展的功能 那一樣我以這個扳手 來做示範 點了彎曲的指印呢 進入最後一個伸展的功能 那一樣點選我們的本體 那這裡呢 它會要我們去輸入伸展的距離 那這邊修剪平面呢 我就不再探討 就跟前面所示範的是一樣 你可以輸入一些 你沒有要伸展的部位 去把它做一個區隔開來 那這裡呢 我還是示範一下好了 假設我這裡的前後端 反手的部分呢 是不要做伸展 多一點好了 25 那在中端這裡呢 我想要讓它變長 伸展距離呢 我假設給它輸入個100 看它會有什麼事情發生 它這裡呢 就被伸展開來了 那這隻扳手就變長了 那這裡呢 我們會看到說前端 開口的地方 跟後端的梅畫的部分呢 是沒有做一個伸展的動作 它是沒有變形的 那中間這裡呢 你看這個數字已經被 拉開來變形了 我們就可以用這種方式呢 來更改我們的外形 那也是非常方便的 那我再來示範另一個 鋼索 那假設呢 這裡我剛剛已經做了一個 扭轉的功能 那扭轉完之後 我發現說 我想要讓它再長一點 那我們可以用 這一個伸展的方式呢 再把它做一次 那這裡呢 一樣我們都可以去選擇多本體 我們就把這五個多本體呢 把它選舉起來 那選完之後 假設這裡呢 我是沒有 要修剪的平面 那我選擇了伸展 那假設我要伸展200 我們看一下 這裡就被我們拉長了 那這裡你要注意到的是說 這個扭轉的角度呢 是沒有改變的 我們只是把它 扭轉完之後再做伸展 所以這裡呢 整個是被我們拉開來 那這樣子看起來是非常的靈活的 我們直接按打勾看一下 我們看到這裡呢 就是直接被我們拉開來 那感覺好像是 零件是整個被我們拉開來 是看起來是蠻不錯的 那這個指令呢 也是蠻好用的 那這邊就讓大家去嘗試一下囉 最後呢 我來總結一下 彎曲指令呢 一些相關的東西 那這裡呢 其實彎曲指令 是非常實用的一個指令的 那這裡呢 分別有四個功能 那這四個功能 會用在不同的地方 那這裡呢 就讓大家去評估一下 你可能需要使用什麼樣的功能呢 你再去參考一下 怎麼去用它 那這個地方呢 是比較屬於 進階一點的指令 所以它不太適合初學者來學習的 它比較適合說 你是使用沙利波斯一段時間 有一點熟悉的 或者是說 你想要進入 曲面的一些畫法 那可能有遇到瓶頸的時候呢 就這個地方 有時候會克服一些瓶頸的 像是這個 白鬍子的鬍子呢 它就是用這樣去折彎出來的 它就是用彎折的這個功能呢 把它做出來的 那以及這個烏龜 它一樣也是這個 鬍子的地方 也是用這樣做的 或者是說 是這個手搖鑽 它這個本體的地方呢 就是用扭轉的方式 就有點像是鑽頭的這個地方 就是這種方式把它做出來的 像這樣子呢 我們零件是可以更多元的 那在我們還沒有學會這個指令的時候呢 往往是會比較難以把它做出來的 可能會不知道該怎麼去做 所以這部分呢 其實學習上呢 是不會太困難的 但是呢 它需要一點思維的突破 那今天的教學呢 就到這邊為止囉 那我們就期待下一支的教學吧 掰掰 掰掰 在這裡 如果找到你的身邊 可以這樣做 我們就知道 我們是再次地步 看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